以色列遭哈马斯恐怖攻击之后 重兵包围加萨走廊 并且持续的狂轰猛炸 开战超过两周 双方总共超过6400人死亡 受伤超过15000人 巴勒斯坦方面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 其中有2000多人是儿童 以巴战火持续延伤 以色列对加萨连夜空袭 展开无差别攻击 24小时内攻击加萨 多达320多个目标 建筑物化为灰烬 街头烟雾弥漫 爱红遍野 以军宣称空袭的目标是哈马斯 但加上了一间东正教教堂 也被夷为平地 一整个家族是7人罹难 包括婴儿在内 以军洪炸难民营 24小时内就造成436人死亡 包括182名儿童 大部分都是在加萨南部遇害 根据哈马斯前领导人哈马爱表示 只要以色列停止空袭 哈马斯就愿意释放人质 同时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以色列、卡达、埃及跟哈马斯协议 以人道救援物资交换50名人质 但目前还瞧不拢 美国总统拜登在要求哈马斯先放人 再来谈停火 双方可恶无交集 陈宇宁编冶